試試看齁 哇!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Alderman 耶我們今天又來繼續介紹我們的模組啦 這幾天的方舟可能都是跟模組有關係啊 因為呢 這個老頭的安駕方舟其實有點不太想進行 因為最近事情蠻多的 然後呢 想要把一些精神力花在一些就是 呃 呃外出的部分 最近老頭稍微比較忙一點 所以說可能你們看到這些方舟都是一些模組介紹 而且近期內老頭也沒有看到就是 有一些大型更新的模組 像是起源啊滅絕啊 這些這些強化版本的這種模組好像都沒有新的 新的作 新的作品吧 應該是這樣講 所以說導致我有一些模組系列感覺好像拍的感覺跟拍一樣的東西 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所以說呢老頭目前方舟也是靜觀其變啦 反正就是看有沒有一些 看起來蠻特別的模組 如果你們覺得有些模組很特別的話也可以介紹給我 在我的粉絲團可以把你們覺得不錯的模組 直接貼給我 那我也會稍微參考一下 如果我覺得這個真的可以拿來拍一個新的連載 那也沒問題 所以老頭可能就會遵從你的意思 把這個新的模組拿來做新的連載說不定 好不好 那麽今天也是一樣 要介紹一下新的模組 上一集的模組 我看到有人留言說 老頭你可以把這個 你可以把那個泰克裝備的 泰克Skin的那個模組 給貼在那個影片下方嗎 可是我已經把我的那個模組的那個名稱貼在影片縮圖上面了呢 所以說你們應該是看得到吧 不需要我再把連結貼出來了吧 好不好 算了 反正我還是把連結貼出來好了 不然的話你們真的找不到 那今天這個模組叫什麽呢 其實他很好笑喔 我後來看到的時候他的名字叫做沒有 我沒有可以跟你開玩笑 叫做沒有模組 他是先做出東西來 然後沒有取名字 他叫做沒有模組 好不好 沒有模組 真的還是叫做沒有模組 所以說呢 我們今天來玩一下這個沒有模組喔 那他沒有模組的這個內容 其實也是都是恐龍 跟恐龍有關係的 好不好 那我也就不說是什麽恐龍了 我們一一把他召喚出來 那一樣是可以直接馴服 首先呢 是嘟嘟暴龍系列的 嘟嘟暴龍系列的大致上也都長那個樣子啦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第一隻是叫做火焰嘟嘟暴龍 我們來看看火焰嘟嘟暴龍 抱歉喔 火焰嘟嘟暴龍 一出來就先把他直接把他擠暈了 我們呢 直接就是強制的馴服他 來 我們看一下 就是一個 看起來 幾百年沒有洗澡的火焰嘟嘟暴龍 然後因為我太重的關係 他現在也沒辦法動 我應該把我身上一些飆的東西丟掉才對 我們看一下以負重來分類 重量 最重是什麽 最重是這個 有點捨不得丟耶 算來丟一下好了 先丟再說 好了 這樣可以動了吧 可以了 我們點一下喔 哇 三萬四喔 這個叫做火焰嘟嘟暴龍 然後他可以跳 然後我們挑戰一下前面那隻 來來來 試試看 試試看的威力如何 衝啊 我們就把我們那隻飛鴻放生吧 到時候再回來找他就好了 你走太慢了吧 我的天啊 怎麼可以走那麽慢啊 有 有 噴火 他西劍也有攻擊 他西劍是什麽攻擊啊 是範圍技嗎 我們找這隻阿根廷君來試招看看好了 西劍 配上這個蝎子 他跑步還有撞傷喔 他被我直接撞傷耶 好笑喔 可以直接用捏的把他們捏過去耶 你看像這隻劍齒虎 有沒有 噢 白癡妹啊 我覺得 我覺得他其他攻擊那麽弱 反而是他那個跑步的攻擊比較強 如果我點跑速的話 我就天下無敵了嗎 是不是 1122 還是跑太慢了 算了 這就是我們的火焰嘟嘟暴龍 來 既然有火焰當然就有閃電嘛 那也會有其他屬性的嘛 我們來看一下喔 第二隻呢 雷電嘟嘟暴龍 想必兩個呢 就是 就是 藍色的嘛 是吧 我覺得這隻蠻好看的耶 我蠻喜歡這隻的 這隻的顏色我覺得不錯 來 看一下 他該不會跟飛龍一樣是用噴射的吧 我喜歡這顏色 我喜歡 這嚴格來講應該是青色的吧 來我先叫一下他們全部移動 應該是在哪一個 所以我一定忘記U嗎 不是 欸全部移動是哪一個劍啊 太久沒有玩幫助喔 是J嗎 喔對是J 啊結果他又負重了 好抱歉我必須等他經驗值滿了才可以點負重 來 哇 這移動速度一樣是很慢 右鍵 他不是雷射 他是一個很一般的補焰 欸我覺得好像都大同小異捏 我覺得都大同小異捏 只是顏色不一樣而已啊 啊這隻只是顏色不一樣而已啊 啊是不是霸王龍 您說是不是啊霸王龍 霸王龍 你說是不是 用跑的方式把你撞死 欸 大型 大型的霸王龍不能用撞的把他撞死喔 好吧 那我們就依序把所有嘟嘟霸王龍全部叫出來吧 啊再來是毒系的霸王龍 喔那應該是也是差不多啦 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三種顏色而已 啊個人是覺得還算蠻酷的啦 好不好 趕快餵一餵吃一吃吧 趕快起來齁 毒系 火系雷系跟毒系 三種系的 三種系的 那我又負重了 把什麼東西丟一丟好呢 看一下喔 最重的就是肉了 肉好多喔 好這樣可以移動的太好了 來 我們的嘟嘟霸王龍大晉級 哇這三種顏色超酷的 多屬性嘟嘟霸王龍大戰隊 不過其他移動速度好慢喔 這隻不用看也是一樣啊 是吧 就只是顏色不一樣而已啊 也沒多太多的樣子啊 好你們三隻先在這裡發呆齁 還蠻酷的就是了 三種不同屬性的 三種不同屬性的 我們再看還有什麼 這叫什麼東西啊 悟空 Best悟空 該不會是圓忍吧 該不會是圓忍吧 我們試試看喔 哇 我嚇一跳 媽嚇死人喔 幹 這都會嚇死人 沒人跟你開玩笑的 太恐怖了吧 我瞬間肚子餓欸 他剛剛把我撞開欸 我的天啊 還有暈眩效果欸 幹這隻悟空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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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你現在是怎樣 雞雞很癢是不是 你現在整隻手插在你的肚子裡面 等一下不對他的手插在後面 哈囉你還行嗎 阿 這個叫做BEST 就是測試 測試的悟空 哇 超屌的 欸我覺得這比嘟嘟棒王龍帥多了 哇 難怪我剛剛被打飛 我爪你 太丟了吧 幹有這隻天下無敵欸 我說真的 有這隻天下無敵欸 來全部都跟著我走 他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技能按C 蛤 怒吼 怒吼攻擊 怒吼攻 來這隻 那隻躍躍 被吼死了 好好笑喔 按Q呢 沒技能 還可以跳 右鍵 轉 超級戰隊欸 不解釋 哇 吼一下 打 我打 我再打 哇 那個爆發力驚人啊 超強的爆發力欸 喔 攻擊力成長應該也是非常OP啦 有練過有差 喔 欸跑步還會對他們造成暈眩喔 撞傷的概念 欸我覺得他這樣 他製造這隻悟空真的還蠻屌的 有FU有FU 有FU 有孫悟空的概念 有那種感覺 好啊為什麼這裡都沒有南方巨獸龍呢 好我們再來看下一隻好了 這隻太強大了 好 來吧 呃 先暫停 不要一直晃啊 大哥 請你們停止 來我們來看下一隻 這個是測試版悟空 那這一隻是 黑暗版的悟空 DARK嘛 是黑暗版悟空嘛 沒有錯啊 黑暗版的悟空 我應該是不會死掉吧 希望如此 好啦直接召喚囉 黑暗版悟空 等一下 打黑暗版悟空不能打啊 喔可以可以可以 暈了暈了暈了 OMG 我被他嚇到了 我真的被他嚇到了 太恐怖了吧 黑暗版悟空怎麼會這樣子呢 哇靠 正邪兩派 而且馬上讓我肚子餓 抓到了 我跟他取名叫88888欸 因為我剛剛要補血說 來來來我們把他名字改回來喔 就叫原名就好了 黑暗版悟空 他跟 他跟一般的體型好像 黑暗版比較大隻嗎 我來看一下 我來看一下 黑暗版 體型 體型相當 一樣的體型 哇 要告訴他攻擊是這種顏色的 我靠破壞死光 他又一劍不像是 測試版的悟空 直接旋轉 他是 simulation 他吸鍵了 喔喔喔喔喔 破圖了破圖了 來找這隻豹龍 我試試看 達達達達達達達 처� luc 超中 來噴一下 從嘴巴噴出來 好好笑喔 這隻還蠻好笑的我覺得 成長倍率也蠻恐怖的 而且在黑暗版的悟空 回血量真的非常可觀 基本上是打不死的 好不好 基本上打不死了 唉唷 這麼恐怖啊 沒有其他功能了 大概就這樣子 C劍是 C劍是用胸部攻擊 然後呢 右劍是破壞時光 我們現在越跟越多隻了 我們現在呼朋與伴 來吧 單挑 我根本 我根本連按就不用按 直接把他撞死了 直接把他撞死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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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把你震飛了有沒有 太刀了 我喜歡 好 來 先讓他們休息 我們接下來看之後的 還有之後的可以看 還好我有穿虧傑 阿不然我怎麼爆我都不知道 實在太恐怖了 好 不要跟我不要跟我 我們再看下一隻 雷電 那是雷電嗎? 不是耶 這什麼阿 什麼的飛龍阿 傳說飛龍的意思嗎 這個是念傳說的意思嗎 傳說雙溪飛龍 阿不管了 反正就直接把他射魚就對了 阿這就跟川泰克的飛龍沒什麼兩樣阿 對啊 沒什麼太大差別 我覺得 我應該要多拿一點大腿肉才對 用一般的肉味太 太沒效率了阿 阿站起來了 來我們試試看 有複咒嗎 沒有 先給你們看樣子好了 他長這樣子 L E G E N D 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總而言之呢 這就是 這個沒有模組的飛龍 而且飛超慢的 右鍵是噴火 C鍵 他可以噴雷射 C鍵是雷射 有殺掉了 有殺掉了 回血很慢 攻擊力倍率是可以調整的 好 就這樣 沒什麼功能 搖 大致上功能都差不多 外觀帥氣的頂罷了 很帥的外觀 可以啦 等一下移動速度阿 還是飛很慢阿 我討厭很飛很慢的恐龍 好我們繼續把他丟到這個地方 哇實在太酷了 來繼續 怎麼會有一隻衛池鳥卡在那裡阿 不解不解 來我們看下一隻喔 下一隻好像就是C方的 對 這個是C方的 然後最後一隻好像是 南方巨獸的樣子 哇 好丟喔 實在是太丟了吧 哦有沒有 西方的有沒有 立馬倒 西方長這個樣子 來 全部都是大 全部都是大腿肉 哦 哦 哦 哇 好酷喔 他是不是長肌肉阿 我怎麼覺得這隻飛龍的肌肉特別的壯碩阿 啊 你看 你看 哇 這個 這個不是泰克該有的裝甲吧 這個泰克 這感覺是他們自己做的耶 這個不是泰克裝 我覺得這不是泰克裝 這是他們自己改的 偏偏這時候下雨是怎樣 哇 右鍵 噴火按C鍵 哇 拍翅膀耶 哇 這個拍翅膀很少見喔 第一次看到西方飛龍有這個技能 拍看看 沒有傷害的拍翅膀 一隻巨蟹 阿不對阿 我剛剛有傷害到誰嗎 他的傷害是放完之後才有耶 好好笑喔 有點像是那個 有點像是那個布魯克 那個孩子好像布魯克有沒有 把刀削插進去之後 刀劍插到那個 刀 刀那個叫什麼 之後才會有傷害 你看喔 欸什麼沒有 再一次 有沒有很慢 好這也燒不到什麼 這要很靠近來燒得到阿 快要脖子還這麼長 結果弄不到什麼東西來阿 我的天阿 不過外型我覺得蠻帥的就是了 好不好 這個我可以 我給這隻 我給這隻飛龍的外型呢 80分 我喜歡 黑暗悟空的話我大概給85分 那嘟嘟霸王龍的話 他的 他的 他的這個 怎麼講 太大眾了 嘟嘟霸王龍這種顏色分類太大眾了 我覺得就沒什麼 那這隻我覺得很醜 所以我給他60分 呵呵 我們來看最後一隻齁 最後一隻到底長什麼樣子呢 最後一隻我是看不懂他叫什麼啦 好像是南方巨獸的樣子 來看一下 唉 居然是施救獸 唉唷 還讓我蠻意外的喔 居然是施救喔 居然是施救獸 抓到了抓到了 一下都抓到了 哇 還蠻屌的阿 第一次看到穿這種裝備的施救獸 耶 樣貌不錯 右鍵 右鍵沒東西 C鍵 哇 每一個都來這個雷射就飽了阿 還有什麼劍 左鍵 欸對喔 那這樣來講他會俯衝了喔 哇哇哇哇哇 這個快這個快 阿有沒有可以讓我撞的 快點來讓我撞阿 有喔這邊這邊有這邊有這邊有 我看傷害多少 這邊吧 再一次 好玩好玩 哇 欸 衝下來會直接噴火 衝下來直接雷射喔 沒有按C鍵喔 衝下來俯衝按左鍵直接順便雷射都給你尻出來了 阿如果按C鍵會怎樣 好像差不多耶 不過這樣子是感覺有點像combo的階段還蠻屌的 哦 厲害厲害 啊 要沒體力了讓他休息一下好了 沒體力了 休息一下 還蠻酷的阿 給你看一下樣子 綠色的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其他顏色啦 不過剛召喚出來就是這個顏色了 帥氣絲就瘦 從高出再醉一次了 這樣還跑比較快 會不會噴到自己人啊 好吧 我們就用這個隊伍有沒有 咱們就用這個隊伍來做一次最後大對決 好不好 既然大家齊聚一堂 我們就好好的 來玩一下吧 我們召喚一隻500等的黑暗金剛 好不好 來玩一下好了 這是做最後的結尾 好不好 黑暗金剛 來3 2 1 哇 等一下太強了 不行 好吧 太強了 這個我不行 我死了 抱歉 500等太 太智障了 直接滅餒 我的天啊 直接滅餒 小時候可以來一個刺激一戰說 算了 既然都這樣結束了 好不好 那我覺得今天先到這裡啦 OK 這個模組就叫做沒有模組好不好 到時候我會把這個模組的連結貼在我的影片下方 影片的留言處 你們要裝自己去裝吧 好不好 那上一集的 我一樣 是會把我的模組 上一集的模組貼在影片的留言下方 如果你們要也可以自己去索取 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左下角跟訂閱右下角跟喜歡我的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方舟模組介紹再見啦 掰掰